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OK 那我先跟你们讲坏消息 坏消息就是 我在前天我最爱的一部影片之一 种植牛油果那一集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人有看过那一集 因为之前很多人看了那一集之后 才开始种牛油果的 我超级开心 那一集呢 由于被版权拥有者做了版权主张 所以被YouTube已经强行下架了 然后所以这条影片已经不能再观看 那同时由于这一条影片被下架 所以他得到的所有的观看时数 也都全部毁于一旦 就等于那条影片 他不曾存在过 但是我相信 他一定存在过 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为什么这么介意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版权主张 真的算是一件还蛮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对像我这种 还蛮YouTuber的 初期的小白鼠的这一类人 遇到版权主张其实非常非常的正常 但我这一次之所以这么的介意 是因为他发生的时间点非常非常的尴尬 因为他发生在 我这一周正准备申请 成为YouTube合作伙伴 然后且呢 我已经通过了第一步和第二步 正在处于第三步 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 在做get reviewed的这个阶段的时候 收到了版权主张 所以我非常非常担心的是 如果我的这条影片被直接 也不是如果虐已经发生 就被直接下架的话 那么他的所有的观看时数 全部都归于零的话 那么 我的观看总时数呢 就达不到4000小时了 因为我们知道 要成为YouTube的合作伙伴 你的最起码要做到的门槛 就是你要有1000订阅以上 然后你要有做到4000小时 这两个是硬指标 你是一定要做到的 那如果我的牛油果被砍掉了以后 我的总观看时数就肯定是 不过4000小时 所以这个就是我非常非常忐忑 非常非常害怕 我现在会把我申请 打标的整个连续的三天 分成day one day two 和day three 来详细的跟大家详述 那这个是坏消息 现在你们想要知道 好消息是什么吗 好消息是什么 OK好消息就是 我今天早上 黄天不复有心人 终于还是收到了YouTube的这一封 恭喜的信 然后我终于还是通过了审核 在今天早上 那整个的时长 大概从我递交 一直到得到最后的结果 也就三天而已了 就虽然中间经历了一个 这么一个过山车的心情 但是还是第三天就拿到了 好所以我现在直接就来描述一下 这三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首先呢是day one day one的时候呢 那一天我跟我的好朋友 就是思维我 就是我们两个人约定了一个 月圆之夜的约定 就是我们有缘分的话 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同一天同时达标 然后结果真的非常非常的有缘 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在同一天 其实是前后脚 他比我早一天 但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时间 我们两个人真的真的 就是两个人都同时满足了要求 那可以去申请了 那当你满足要求之后 你的那个monetization的那一个页面上 才会出现apply now的这个button 你才能按得下去 你才有那个选项可以让你按下去去申请 那我们就在同一天的晚上发现说 啊过了真的满足了 所以我也会先放上的是 我看到我自己就是达标的 就是达到那个要求的那一天的反应 因为是我老公帮我看的 我会现在先放上那个画面 就会有了 我先不看 我老公跟我讲 有没有告诉我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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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个 有没有 有没有你要防一下吧 哦 哦 有了 有了 哇 哇 有了 有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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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那个画面是不是觉得 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 那一刻我是真的很开心的 你也觉得 呃 我从开始做 就真的认认真真开始做YouTube 到现在大概是为期7个月左右的时间 多的努力 终于到了7个月的时候 我终于好不容易要做到这一步 然后真的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又正好是月圆之夜 这是一个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 就可以记得说OK 我是在2021年的中秋之夜这一天打标的 我和思维两个人就约定说OK 我们要画一个美美的妆 然后直接在zoom上连线 然后两个人直接一起三二一 按下那个apply now的button 因为我们两个人想真的实时的去试验一下 看一下整个的过程流程到底是怎样 整个的过程全部都做了一个录屏录下来给大家看 那也要废话不多说 我现在就先放上 如何完整申请YouTube合作伙伴的全部过程 你可以出场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思维 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我呢 肉丁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呀 因为我们两个人今天是第一次见 也不算真的见面 但是是第一次见到Live的那个人 虽然触摸不到 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就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年龄相差 反正就是还蛮大的 可能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的 都属龙啊 当然就是我们俩虽然都属龙 但是我要比他大整整一只龙 但尽管如此 我们俩还是非常非常的聊得来 是因为我的心他非常的年轻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正式按下去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紧张 我们要数321吗 来数 就数吧 3 3 2 1 按下去 OK好下去了 OK第一次看到这个画面 我的画面是step 1 2 3 对我也是 好了那我们就先按第一个 step 1 review partner program terms start 大概就是关于这个 这个 terms的东西啦 OK如果你读完了过后呢 你就可以点这个 accept 现在可以start step 2 就是sign up for google adsense account 我没有 所以我就写no continue 你就然后要填写你的名字 然后地址这样子的东西 对 对你就按进去 哦我看到了 your estimated revenue 牛牛牛牛 激动 有点小激动 很想看到上面跳出一些数字呢 有没有很难聊天有没有发现 真的很难聊 我被你记得 哈哈哈哈 我可以讲什么 你说 我还可以讲什么 我不要讲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随便挑几张来大概看看当时我写的 不是我写当时我老公写的东西有多么的浮夸有多么的恶心吧随便拿几张好 然后因为他写的字真的非常的非常像小孩子 然后我还好是给他这种一点一点点点的这样的这样的纸 不然的话可能会写的更加乱七八糟 好他写的是 早晨啊老婆 今天礼拜二了 好快可以休息 礼拜二怎么会好快可以休息 应该是礼拜五三可以很快可以休息吧 发生什么事都好 都不用怕 礼不起一个人的 还有老公和MOKA支持你 因为那时还没有我女儿 所以那时候只有我老公跟MOKA MOKA是我们的狗啦 他现在还在 随便抽一张 但我怕抽到太过恶心了就会觉得很恶心的 好随便再 呃什么 Josen 老婆 因为都是他早上去上班前非常匆忙写的 Josen 老婆 今天天黑懂懂地 应该是冬天 这番金老 皮皮好可爱 OK好 我也太恶心 他为什么会写皮皮 就是脾气的皮 是因为他觉得我脾气非常非常大 好OK真的太肉麻的东西我就先不念 因为这样游损我的形象 都是非常非常幼稚圆的字 好这张是 Josen 老婆 星期以来 怎么又是礼拜 我怎么拿到都是礼拜二 星期以来已经加油 Josen 老婆 请食命呢 睡夜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恶心 哈哈哈哈 可能我那时候睡前非常喜欢吃夜宵 现在也是 其实 然后根本都是一夜的 那就是夏天 根本都是一夜的 你要保持心静 哎哟 记得带午餐哦 记得记得保持心静平静 千万不要起伏太静 可是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 每一国都有签名的 对 他真的非常喜欢每一张 每一张 就是你都可以看到是每一张都有他的 他说他的亲笔签名 就是每一张都有他的亲笔签名 在那个角落里面 像神经病一样 快三年了吧 快 三到四年了 对 可现在时候没有写年份 但应该是2017-2018年的时候 这张 是不会又是礼拜尔吧 早晨老婆 今天可能很早就会下雨 你要小心帝王 我都没有两三出去 哦 那时候我是还有做家务的 现在是没有的了 哈哈哈哈 两天后 这张都不听见 这位女儿要重洗 你出门的时候 记得要上房门的窗 记得带lunch 顶楼 银包 哦 拿销热店还要去 上班 一家50鞋去上班 对 然后这个工作室以后 还可以再另外开一集跟你们分享 所以先不讲太多 然后什么 因为我整天都忘记带 这里写了 记得带lunch 还有电脑 还有 银包 还有 呃 是 我看不懂 太久之前了 因为那时候他常常会忘记带东西 所以我会给他一个名牌 好像 从来的名牌说 要带什么东西 要带USB 因为他常常要记很多东西在里面 要带电脑 钱包 要时 还有记住什么 要记住 带FORI 老公的心 他常常忘记 好 很恶心 我会剪掉 好 然后呢 那一年不知道为什么 有跟他约定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现代人真的很少用纸笔写字 都是冷冰冰的邮件 就是很没有温度 所以我觉得用手写才是 情感 因为这些东西你可以一直保留 带进棺材 好 然后这张是 早晨老婆 又是深地一日 不要再有负面的影响了 我们只要上前行 再辛苦也都仅是一年 就是我讲我人生最低谷的那一年 我以后会再开一架 昨天你 昨天你 昨天你不为我的意思 是到了深恶 只要不要操作 OK 哦 就觉得是十年没有写中文了 所以写得不太好 所以 可以是婆媳关系的问题 我把它读完整 因为这个是当年的一个字 这个可以这一次 这个可以再开 真的可以再开一次 就是不是婆媳关系 是 是婆婆跟 是怎么叫婆婆 经常来说都是每个人都 丈母娘跟女婿之间的矛盾 家家有本难言的记忆 Yeah that's right 好 他说 我的意思是 度了深恶 只要不要再草水 涼 涼皮 统统统走活鱼 不过 老时候年纪太小了 太幼稚了 现在30多了 还好一点 真的是到现在才会觉得 真的是由于疫情才会觉得 能够聚在一起 平平安安 一家人坐下来吃一顿饭 已经是莫大的幸福 不要再 真的家和万事心 你讲完了吗 可以 我可以讲了 OK 我要做ending了 所以 我觉得就是这么多的这些纸 因为当你过了很多年 像现在我过了这么多年 再拿出来重新看 还是会觉得 当时的回忆真的非常非常美好 不论是辛苦的 很难过的 开心的等等 就是你都有一家人 可以在家里支持你 所以这种感觉才是最踏实的 真的就是一种踏实感 不论你在外面经历多 多大的风风雨雨啊等等 就是你回到家 还是有热菜热饭等着你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by bwd6